德國從19世紀下半夜開始崛起 打爆法國統一了德烈之地區 20世紀又發起了兩次世界大戰 獨自單挑歐洲各國 實力很少整個歐洲 雖然德國最終戰敗 不過又能很快等滿血復活 到了今天 德國人是世界一流國家主導歐洲失誤 但在歷史上 德國曾三次被打倒 一有三度重新崛起 為什麼德國總是可以以後來居上 今天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其中的秘密 那故事得從德國的前生 神聖羅馬帝國說起 神羅歷史悠久 在中世紀也不算什麼小國 一般來說 中世紀的英格蘭、法蘭西與神羅 分別對應今天的英國、法國與德國 神聖羅馬帝國曾經很強大 曾四歐洲的公道伯 發起多次十軍東征 但就在英格蘭與法國走向中央集權之路 國家越來越強大時 神羅反而變得分崩離析 帝國內的諸侯各自為政 分裂成幾百個小國 神羅皇帝成為了有名無實的傀儡 英法等強國 也得而看神羅保持這種狀態 三十年戰爭後 德意志基本上就是一個落後地區 就當英法在工業革命時 日爾曼向巴佬還在種田 國立遠出歐洲列強 不過到了19世紀 普魯斯王國崛起 接連幹掉的老牌列強、奧地屬法國 實現了德國統一 成為了歐陸上最強大的國家 在20世紀初 德國國立真正日上 成為世界的科學中心 諾貝爾獎幾乎都是德國人 這個時候據德國統一還不到50年 只有兩次的世界大戰 德國被炸成廢墟 領土剩下三分之二 高科技人才被美術兩國搶走 國家招盟均一分為四 但很快的 德國再次重新站了起來 成為一個經濟強國 為什麼德國每次都能迅速復活 關鍵就在於德國的普及教育 那麼故事也從宗教改革說起 德國的一位年輕小伙馬丁路德認為 人只要信仰上帝變成得救 而得救之道在於聖經 人們根本不用課金 根本不用靠教會 用聖經就可以和上帝溝通 不過那個時候人們視頻率很低 看不懂是怎麼讀聖經啊 於是馬丁路德提出了義務教育 又讓全民都看了懂聖經 教育不應該是教會與貴族的權利 應該對所有的人不分難虐 儘管這個時候推廣了教育普及 是為了跟天主教的搶勢戰略 但也間接推動了德國義務教育的誕生 有一些支持馬丁路德的新教諸侯國 也開始實施義務教育 如薩克森戈達公爵恩斯特儀式 發布了學校指南 規定兒童到了5歲就必須強制就學 如果缺課 家長就要罰錢 經過30多年的努力 戈達教育水準很明顯提高 以至於當時有句諺語 戈達公爵底下的農夫 都比其他地方的貴族來得有學問 學校指南中提到 初學者必須學習聖經中的詩歌、主導文 到了終點期 要熟悉馬丁路德的教育問答 並開始學習寫字和基本的運算 高年級則包含音樂、作文等 都學完就可以學習在自然科學 這個時候學習內容主要還是以宗教為主 畢竟學習是為了迫及新教 與維持社會的秩序 接著經歷了30年戰爭的席力 德意志地區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經濟倒退了200年 各租國男性陣亡50% 平民約有800萬人死亡 德意志地區更加的智力破碎 分裂成1800個領地 而位於東北部的普魯士王國 受戰爭影響較小 加上幾位雄才大略的國王 很快從各諸國中脫穎而出 這一個時候的普魯士領土不大 卻夾在幾個強國之中 西邊是有名無實的 神聖努馬帝國 基本上可以無視 但在過去是全盛時期的法國 在30年戰爭後成為歐洲最強的國家 南邊則是哈布斯堡-奧地利 是當時最有可能統一德意志聯邦的諸侯 東邊是海流一口氣的波蘭 這個也不是威脅 但在過去是俄國 領土廣大 人口眾多 北邊則是丹麥與瑞典 這些維京海盜後代也非常類 普魯士又夾在這些強國之中 隨時都有面國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 軍隊成為了普魯士的唯一依靠 1713年登記的普魯士國王 北特列威廉一世 他是一位戰爭狂魔 在為其間施行極端的軍國主義 大力擴展軍備 普魯士的人口只有224萬人 排名歐洲第13 普魯士兵竟然墮達8.5萬人 居歐洲第4 不像歐洲其他往事喜歡色華之風 歷任的普魯士國王 都過著幾乎自虐的清教徒式生活 威廉一世就相當的節儉 甚至可以說是吝嗇 因此被稱為乞丐國王 他會把省下的錢 全部拿去課金 拿去買武器 尋成士兵 旗下而知巨人子彈兵團 子彈兵需要強大的備力 因此越高的男子越有優勢 謠言威廉一世 會在歐洲各地綁架高個子 已編入巨人軍團 甚至身材高大的女子也不放過 因為會用來與男巨人結婚 以產生新一代巨人 後來實質證明 威廉一世的軍國主義政策是正確的 普魯斯的國力明顯提升 不過軍隊人數多還不夠 還需要看著統治的人 才能培養中高階軍官 與工商業的人才 經濟發達了 國家才會強大嘛 於是在1717年 威廉一世頒布了義務教育的法令 規定5-12歲的小朋友都應該上學 即使他一名神武的兒子 斐退大帝繼位後 除了繼續軍國主義之路 軍隊擴充到16萬人 並延續老爸的教育政策 興建著數以百計的學校 強迫小朋友5歲就一定要入學 並統一了教科書、上課時間與學費等 不過生效並不是很好 因為家長根本不願意孩子去上6年的小學 當時是農業社會 排質是很好的勞動力 農村的小孩頂多是冬天農閒時 才有可能到學校上課 而且學校也缺乏有學士、受過教育的老師 老師通常是教士或是手工業者 像是裁縫師、鞋匠等 都是為了賺取外塊才在兼差 後來還加入了退伍軍人 因此可以想像 這些只會簡單的毒汗血 最多懂一點算數的香巴佬 搭配皮鞭與棍棒的老師 則我們可能教出像樣的好學生啊 但至少普魯斯成為人類歷史上 第一個推廣全民教育的國家 後來普魯斯的統治者 也都延續這樣的教育方針 但在1806年 普魯斯國王威廉三世代理的軍隊 在耶娜會戰中慘敗給了拿伯倫 普魯斯在此戰役後 失去了一般的領土與人口 還要面對巨額賠款 不過即使普魯斯被法國打成豬頭 他們也沒有放棄義務教育 甚至投入更多的金錢與精力去心學 如威廉三世所言 就是因為我們窮所以更要辦學 我還沒有聽過有國家因為心學而變窮的 耶娜會戰的慘敗 突現了普魯斯的眾多弊端 因此有人發起了普魯斯改革運動 包括了制定憲法、廢主農奴以及古力工商等 其中威廉馮鴻鴻堡是普魯斯貴族 也是一位教育改革家 他重新改革了普魯斯因以為傲的義務教育制度 讓所有階級的侄女都有相同的受教機會 接著引進了教師認證 中學老師教會古德語歷史和數學 大大提高教學品質 德國最初的義務教育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而現在則是要讓國家變得強大 強調實用和知識 義務教育變得越來越世俗化 不再為宗教服務 包含了基本的德語閱讀、寫作和算術 此外還有道德教育 培養責任感與服從 學生要穿制服上課 上課要點名、照課表上課等 這就看得出來 普魯斯的士兵 自從小學開始培養 軍隊戰鬥力自然會強 文件三世把豪華的王公捐了出來 建立了紅寶大學 是世界現代的大學之母 紅寶大學的建立 對日後德國統一和崛起影響很深 標誌的普魯斯政府 把教育當成國家崛起的一種手段 許多知名學者都出自紅寶大學 光是一間紅寶大學 結果產生57位諾貝爾獎得主 1820年 普魯斯執行強制性的義務教育 把社教育和服兵義列為國民義務 當時的就學率達97.5% 幾乎達到100%少盲 每個國民都看得懂字 同時間的印法兩國 市值率約8成 西邁亞意大利這種歐洲三流國家 大約是5成的市值率 邊緣人俄羅斯是3成 而同時期的清朝就別提了 市值率僅有4%左右 經過一系列的改革 普魯斯走上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 1870年 普魯斯徹底完爆法國 法國皇帝老部門三世被俘 德國完成統一 隔年德國教育正式系統化、國家化 更多學校被成立 這也難怪普魯斯的毛錢元帥臣說 德國勝利早在小異上司的講台上就決定了 而教育樂普吉 也加深了德國人的國家認同感 在德國統一前 德意志的人民只會說自己是巴法利亞人或是普魯斯人 但德國統一後 民族統一的思想深入忍心 都會說自己是德國人 如而戰後的薩爾蘭 法國曾經試圖想要讓他獨立 但終究未能成功 每次公投都希望重歸德國 此外德國工業化岐步橫晚 原本只能身在英國的產品 英國位置才通過了商標法 規定進口的商品都要打上產地 尤其是Made in Germany的 那個時候德國製造就是Trip的代名詞 但經過紅寶的教育改革 為德國的二次工業革命 奠定了雄厚的科學人才基礎 康爾統治的高素質工人 對於新技術的理解 一定比文盲強而多 並且能夠舉一反三 提出產品的改進 德國就此小生一變 變成了一流強國 普魯斯可以在短暗間內崛起 與列強對抗便統一德國 日後德國又以一己之力 單挑全世界 並從二戰的廢墟中重新站起來 德意志民族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教育可以說是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台灣的義務教育起始於日日時期 日本明治維新後 覺得亞洲的窮兄弟都太low了 立志要託亞入歐 把英國語德國當老師 當然也就把義務教育學得過來 日本不惜一切代價 要為國家未來儲備人才 後來也成為東亞最強的國家 因此在台灣內的日日時期 總督府在各地設置國語傳習所 這裡的國語當然指的是日語 1913年 這裡推行六年國民義務教育 隔年的舊學率達76% 已經是先進國家的水準 國民政府來台後 在1968年1449年國民義務教育 最初國小的畢業生 只有74.2%會選擇基於升學 但到了90年代 已經達到100% 可見國民教育已經相當普及 而11世紀後 政府進一步規劃12年國民基本教育 希望提高國民素質 增加國家的競爭例外 另外速解學生的升學壓力 最終12年國教經過20多年的波折 終於在2019年實施 也就是108課綱 幾乎光10次就遇到了全球疫情 課程也變成了線上教學的方式 面對新課綱 教授們可能還在為孩子煩惱 這麼多線上課程 到底要選哪一個好? 看來看去 我推薦的是AEVO線上學習平台 AEVO團隊有著高中教科書的第一品牌 農土文化的編鑽內容經驗 以及精英名校康橋國藝學校的超強師姿 更設計了業界獨家的 雙絲互動共學練體四大特色 現在的線上課程 幾乎都是策略好的缺乏互動 我們當然還可以啦 但對於小朋友來說就是無聊二點 國中生缺乏的支持力就怕翻新或是睡著 AEVO的線上課程 除了豐富的動畫和互動橋段 課堂竟然隨意跳出點點答 現實問答蠻有趣的 還能提升存儲力 而課後還有水堂練習 馬上驗收學成果 首創的雙十字一般有兩個老師 一個專家老師授課 另一個正人的老師戴弗杜克 小班教學一般絕對有十個人 一起學習一起進步 讓孩子有伴不再孤單 但也別忘了剛剛提到的 德國提升人民的十字能力 而現在台灣國中會考 古文科的閱讀理解題就佔了近八成 咱們AEVO所創的線上閱讀寫作課 每週只要2.5個小時 以14議題切入 練習在長篇閱讀中也能迅速抓到重點 課後再安排寫作練習 線上腳腳及批改 而數學進度、素養課 搭配學校的進度 從基礎的正負數到進階的多項式、因此分解等 主題從裁縫、裝潢到股票等素養提醒 讓數學融入生活前進 以前嫌疑統的圖像的教學 原來數學可以這麼好玩 還在煩惱考成績不理想嗎? 每次斷考前兩週 AEVO也有斷考復習課 關鍵重點整理、練習必考提醒 跨版本、全年級都可以上喔 告別盲目的刷題 讓孩子們正確備考、考試不失禮 當年德國認為教育是國家強身的基石 最終帶領國家崛起成為世界的強國 而當時台灣也有許多持續的教育努力的人 期待可以適合教育的優化及提升 穩固台灣立足全球的地位 AVO真的把線上課程、實體教學的優點全部融合了 讓孩子可以輕鬆在家線上學習 又可以跟同學、老師互動 AVO現在想有顧客安心保證 不滿意可以全核退費 真材死掉的課程、不怕考驗 實在太有誠意了 現在報名就有限量的優惠 詳情請見資訊欄喔